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明白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你今天好吗 各位姐妹们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话题是婚姻 很多姐妹们会问说 我到底要不要进入婚姻 我到底适不适合结婚 我今天要邀请到一个 我的很好的姐妹 她从单身我看她 然后进入婚姻 然后从来原来不婚族 然后后来生了孩子 甚至完全地留在家里 那位全职的家庭主妇 我们今天要来听听她的故事 文慧可以先聊一聊说 你当初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的梦想 是想要成为一名空姐 很合适 对 因为我就觉得 我自己身高一定是及格的 然后再来想要成为空姐 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我想要环游世界 就是有一个旅游梦 那我就觉得那空姐就是一个 可以工作 可以赚钱 又可以实现我梦想的一个工作 所以那时候等于是 自己经济已经很独立了 因为我高中 大概高二 高三 开始当广告模特儿 所以就开始有收入 所以那个收入已经是可以 除了避免我自己的学费之外 也可以给家里面钱 对 所以算是蛮早就经济独立了 听说你也帮你妈妈买一栋房子 对 那个是在结婚前几年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你就是好像自己 努力赚钱 然后工作也很稳定 对 所以有想过要进入婚姻吗 完全没有 从来没想过 连做梦都没有梦过 原因是什么 我其实以前没有去想原因是什么 就觉得这个是与我无关 但我后来仔细回想 我可能觉得因为关系很脆弱 那婚姻关系包括我自己原生家庭 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太和谐 所以我就会觉得既然有这么多 好像势必会发生的事情 那不如就不要结婚 那你的爱情观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说 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人 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就是很梦幻的自己想 就是谈一辈子恋爱 我觉得超级美好的 那我觉得一方面是 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 但自己其实也不想要负责任 因为我就觉得生活当中 可能我的家庭 我觉得已经重担很多了 所以在关系上就会觉得 想要很轻松跟很自由 很有空间 那为什么你觉得 你的家庭是一个重担 因为可能从小我爸妈的关系 就不是那么的好 那后来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我跟妈妈两个人 那因为我从小 为什么那时候买房子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 一直在搬家 因为小时候可能爸爸 因为有些债务的问题 就是常常要搬家 或者是有些不认识的人 找上门来打电话来 所以人生当中 除了环游世界 还有一个梦想的 就是也是很希望 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子 就可以稳定下来 再也不用搬家 因为就是好累 越搬越累 然后加上我又觉得可能 自己的原生家庭比较复杂 所以我就会觉得 可能莫名之中 有一种感觉是 谁娶到我 谁就要跟我一起来 承担这个原生家庭的 一些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就会觉得 不需要 然后也觉得 人生就是 以不求人为目的 那你那时候 对于关西的看法呢 基本上我觉得 我就是一个 假和平主义者 因为我很怕 与人起冲突 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只要有冲突之后 就会有裂痕 有裂痕之后 就会回不到过去 其实你对关西 也是一个完美主义 对 或是洁癖那种 对 你这样讲 我才发现 不能有裂痕 对 然后裂痕了 你就不要了 对 就不要了 所以跟女生的朋友 也是这样 对 像我曾经经历过 我的 跟我的好姐妹 那她可能是做了一件 我觉得真的是 踩我线的事情 我觉得她怎么会发生 这件事 我们发生了一个 其实是跟我们两个 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件事情 但是她却 站在另外那个人那边 然后让我觉得 非常的失望 我就会觉得 她应该是 最了解我的人 怎么会在这么 关键的时刻 她居然是 帮别人说话 对 我就觉得 非常的失望 然后就立刻 终止联络 终止联络 对 就再也不想 跟她的联络 那你有没有试着 需要跟她分享 你心里的 完全没有 我觉得某部分 可能自己也是害怕受伤 所以就决定 自己先离开 所以你基本上 就是都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 那后来你怎么样 从一个完全不婚 然后婚姻不在 你的计划当中 然后你慢慢愿意 就是跟你男朋友 慢慢可以走入婚姻 这个是在我进到教会 我信主之后 然后是在某一次 教会的感恩节 然后那次的感恩节 我印象很深刻 是由两对夫妻 出来做见证 分享他们的关系 是如何地从 很相爱到 进入到冲突摩擦 然后又怎么样地和好 然后我觉得 我非常惊讶的是 因为那两对夫妻 看起来就是 世人的眼光 应该都会觉得 就是王子与公主 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美好 然后怎么会有 什么问题 对 但我听了他们 很真实地分享 原来关系有问题 有冲突 不是只会走向分开 原来是有机会 可以和好的 那如果我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我好像可以 可以 听到原来 当你的婚姻关系当中 有一个第三者 上帝在里面的时候 是可以经历 和好跟恢复 然后也不用害怕冲突 因为我就发现 我是一个 很怕冲突的人 就是我们一般 就是不和则离 对不对 就要一言不开心 我们就离开 各自过各自的 可是真的在上帝 或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是知道 关系的恢复 这是很真实的发生 很真实的 那时候还跟男朋友在交往 对 然后你们怎么在经历说 可能真的就是有争吵 然后有一些冷战 吵得非常凶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情侣 应该大同小异 吵得都是很小的事情 像我当时的男友 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他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他非常的好约 谁约他他都会 就是第一时间就会答应 所以每次当他告诉我 他放假 然后下一句就说 那那个谁谁谁约了我 已经有约了 我就会超级的愤怒 但他其实没有要不约我 你看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 很好笑很小的事情 玻璃心 对就是一直 我就觉得你没有把我放在 第一位 所以第一位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为相同的事情吵 然后吵得非常非常的凶 吵到就是几乎要分手 而且当时我们两个都已经信主了 但是也还没有真的是 考虑过要往婚姻里面走 然后真的是有一位比较年长的朋友 就跟他谈 他就说你有没有觉得你们每一次 都在吵一样的事情 都没有什么结果 然后都一直在吵一些 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我的没有安全感 还有就是他很软弱 他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 他就居然鼓励他说 你们有没有考虑要结婚 结婚之后会有一个事情很不一样 是你们就不会再吵 你们现在吵的事情了 但是你们会有新的事情可以吵 所以你们就有点说服你们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你们决定想要吵新的事 对 我们就觉得 那对 好像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所以就觉得 好像结婚真的是一个选项 就是进到下一个阶段 对 所以其实我们男女之间的交往 我们很多会带着我们原生家庭的想法 或是我们以前的不安全感 或是原生家庭的伤害 我们进到婚姻里面 或是进到关系里面 我们就用原来的模式 对 那后来你们就要准备进入婚姻了 那我知道你们有接受婚姻辅导 对 婚前辅导 我那个时候就 我们就有一个婚前的讨论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 先去要去婚姻 对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你的先生国的牧师 就问我们说 我们也算有一点熟了 那你们想要简单地做呢 还是要就是很深入地做 那我们都觉得来都来了 当然就是坦诚相见这样子 赤裸裸的 真的是很赤裸裸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婚前辅导 以前在婚府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被帮助 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到今天 是 所以一开始你们可能需要先聚焦吗 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 对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们的第一堂 国人牧师就问我们说 那对你对婚姻的期待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婚姻是什么 我还记得我们两个都被问呆了 我们就在那个牧师的办公室里面 可能有沉默了好几分钟 说不出话来 才发现 这个是需要想的事情吗 不就是交往到一个程度 就是结婚 就是进到家庭 要有什么期待 其实一般人觉得要结婚 想到就是婚礼 对 婚礼 对 我们来筹备婚礼 然后又想住哪里 就是想的都是那一天 限时年的 对 可是没有想到说 其实我们未来的生活 是长长久久几十年的 是 对 所以我还记得超级有趣 我先生就写了两个字给牧师 他对婚姻的期待就是和乐 真的非常的浪漫 对 他说 他是什么叫做和乐呢 然后牧师就一直的逼问他 到底你觉得和乐是什么 那他答案是什么 他可能就是觉得就是很开心 不要吵架 对 所以牧师可能当时 这是很天真的想法 他就非常天真 而且婚服的时候 要先做一个表格 一个测验 我们其实一去牧师就很坦诚 很坦诚地告诉我们说 我们两个也是天与地的差别 就是测验之后发现 天与地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两个人 他说你们这个不好好做的话 好 会出事 因为跟来自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家庭 对 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在找到 一直在重新的 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对焦 包括我觉得最有趣一开始 反而我很惊讶是我们两个 没有什么太多的旗舰的 是家室的分配 然后那财务是不是有谈到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财务这个是我们在最后一堂课 就发现其实就是 其实我们对财务都 因为原生家庭有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 因为小时候可能爸爸 因为有些债务的问题 我们家就是 我刚刚讲我们就是常常要搬家 或者是有些不认识的人 找上门来打电话来 对 就是造成 我觉得就是 第一个就是对财务没有安全感 那后来其实牧师就鼓励我们 找到一个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不一定是世俗认同的 对 或是谁觉得是对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觉得可以接受 对 然后同意的 所以你们在财务上就变成 主要是他在管理 主要是我先生 对 然后也他负责工作 他负责赚钱 没错 因为他就是期待回家 总是有人在家 那如果是我结婚之前的演艺工作 然后他也是导演 我们两个会是都不在家 就不会是有他对婚姻的期待是 回到家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家等他 或者是回到家肚子饿的时候有人煮一碗面 给他吃 对 那我觉得我们在对焦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觉得我才发现我完全可以 你可以 因为我以前的梦想是要当女强人 对 我是要不求人 对 我觉得是可以非常独立 所以当我们在婚服的时候 我也重新认识自己 原来我很可以待在家里 我也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就是只要当家庭主妇 所以我觉得是在一个彼此认同跟成全的状态下 所以我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我跟我先生其实我们在结婚前 然后交往我们认识非常久 大概有超过十年 他对我来说我很喜欢他很欣赏他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好先生 也不太 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所以那时候牧师就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对他有特别担心的 可以提出来讨论 我就想到说 我好像在最近 第一次听到他跟别人讲电话的时候 有生气 跟有点不耐烦 我说这个面相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 我就觉得很新奇 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 然后牧师就更挖声地说 那你为什么会在意这件事情 一直一直挖声 我就才发现说 我非常的害怕别人对我态度不好 或是对我凶对我大小生 那我很喜欢他也是因为 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从来没有在意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被光照了 就是原生家庭里面 可能从小父母的争吵争执 你很害怕 非常非常的害怕 那种父亲可能就是那种 比较男生男人那种很大声的 斥责咒骂这种事 在我里面是有一个很深的恐惧跟隐隐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婚服的时候 我也经历一个医治 对 就是牧师带着我 找到原来原生家庭 过往有这样子的伤害 然后同时也提醒我 你的先生他不是没有脾气 他只是没有向你表现出来 如果他 你看到他跟人有这样子的沟通 他其实就是有的 对 就是人是正常喜怒哀乐 是 都会有的 不可能永远 没错 对 所以你要认识他 他不是没有脾气 是 他心里住着一个好客 这是没有出过来 对 所以我觉得他就在婚服当中 帮助我们更认识彼此真实的样貌 这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在结婚后 我突然发现他原来是有脾气的人 我觉得我会承受不了 我会真的承受不了 你刚才有说到其实你很怕进入婚姻 其中另外一点就是你觉得你的家庭 你的妈妈 就是好像是一个重担 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我们在写婚姻的期待的时候 好像牧师要我们去说出来你觉得对方的期待 是什么 的时候他说出来了 他知道我非常地担心要照顾我的妈妈 然后他愿意跟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 然后我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就泪流满面 很感动 真的 很感动 因为我才去回想说 我为什么不想要结婚 好像有一点我就是觉得 我想要照顾跟陪伴我的妈妈 但是我怎么 我觉得不一定你喜欢的那个人 他会想要跟你一起有这样的想法 也许他会觉得结婚要很独立 自己过自己的 但是当我先生说出 他愿意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天哪 他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个人 他知道我最担心跟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然后他愿意 那你有没有实际例子就是 他真的为了你做 让你觉得非常感动 我们大概生小孩半年的时候 我妈妈就生病了 然后癌症 只要是他有空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几乎是每个月都要回诊 至少一次 有时候多折不同的科 要两三次一个礼拜去医院 他也非常的乐意 就是接送我妈妈去医院 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母女 我觉得关系紧张的时候 她真的就是我们当中的调解员 然后你知道生病久了 其实心情也会常常被影响 吃药非常多的副作用 然后她也是会 就是当那个搞笑的人 讲一些那种好笑的话 让我妈妈就是放松心情 所以岳母看这女婿是很喜欢的 很喜欢的 对 然后还有我记得 就是我结婚的第一年 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 是长期住在中国 有一年刚好我去外面 跟教会去外面短宣 然后我爸爸回到台湾 然后就有一些 非常多家里复杂的事情要处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不在台湾 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 真的只有他 然后他就去帮我处理 所以我爸爸非常非常复杂 很困难的事情 然后我还记得 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 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说 要是以前 我一定不可能让他 或是任何人 去帮我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第一个 我可能会觉得很丢脸 然后我会觉得 家丑不可外扬 然后这些事情 都是我自己的事 没有人有权利帮我 或者是我凭什么 去麻烦别人 而且也没有人 有义务帮你 没有义务 然后但是因为结婚 他就很理所当然的 去帮我处理这些事情 而且是我最讨厌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看结婚是不是还不错 就是你不用自己 再一个人去面对 这些你以前觉得 又大又难的事情 对所以就 其实非常的感谢他 所以听起来你真的觉得 从完全不婚 就婚姻不是那种选项 然后到进入婚姻 然后到有孩子 然后到后来 你就是真的完全待在家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整个心路历程 我觉得好轻松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个很靠自己的人 包括我记得我完成我人生的 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买房子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去仲介公司签约 签完约照理说应该很开心 因为我终于 我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不用再搬家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就是为了我妈妈 因为我觉得他为了 我爸爸我们辛苦了一辈子 我觉得有一个家 给他一个稳定的家 是很理所当然 不要再搬太辛苦了 但是我真的是那天在仲介公司签完约 走回家就是痛苦 我突然觉得天哪 看到那个合约 虽然很开心要有一个家 但是那个贷款 就要更努力的工作赚钱 我好像人生更没有选择 但当时我真的进到婚姻之后 并且是一个好像在有婚府 然后在上帝跟上帝立约 有一个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 就经历到说那个担子是轻省的 并且是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在这条路上 对 我觉得轻松 之前在演艺圈 可能很多世界的一些价值观 那后来你为什么可以全部放下 然后你觉得你圈子在家 反而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我发现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价值的改变 因为以前会觉得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借着外面的工作 我要有工作 我要有成就 证明我们 证明我可以 证明我的价值 证明我是谁 但真的是到进到婚姻里面 待在家里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发现 原来我不需要再去证明我是谁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是天父的女儿 我知道我的价值从哪里而来 我也知道我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 去证明我是谁 或是证明我很好 我的好已经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决定 然后甚至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突破是 我也可以开始不在意人们的评价 即便在家我也觉得 就是很享受我现在就是待在家 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我好舒服 对 是 各位姐妹我们 我们真的知道 所以其实上帝创造婚姻 是让我们是可以享受的 当你知道婚姻的价值 当你知道婚姻是要成全我们 成全对方 彼此接纳的时候 然后这是带来祝福 你其实就可以很勇敢地踏入婚姻 那更重要的是当你看到自己的价值 你不需要被外在的这些来给你贴标签 我相信姐妹们可以享受神 给我们更美好的生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